我晕到 挑战一周鱼货100斤 第一天36 第二天9 昨天第三天 5.7斤 这个明显是呈直线下降的趋势 这个有点压力 今天是 第四天 马上开始 好 加油吧 亲爱的钓友们 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挑战的第四天了 希望至少你得搞个十斤 对不对 这样子如果接下来每天十斤的话 那100斤还是有希望的 然后今天呢 希望能搞一个草鱼 因为草鱼它重量大 对不对 一个就七八斤 是不是 好 废话不多说 开枕 来了 切掉 切线切线 不能再跑了 再跑我就哭了 哎呦震口 切线 轻微 进来吧你 大大的轻微 下钩 兄弟们啊 我都一点不好意思的 现在是下午的 现在是下午的一点了 到现在才上第一条鱼 这第一条鱼来的确实是有点晚啊 真的是 我还以为今天要吃蛋了呢 啊 那 下货 有点 嗯 哦 哎 什么鱼啊 我刚说把这个九米的竿子抛出去 一个很小的酸醇鱼 这么厉害吗 酸醇鱼 就是钩嘴 这么厉害的居然把我脱干 居然还在三明星 好嘞 这是今天的第二条鱼 真是来之不易 完败完败 今天真的是完败的一天 一天就钓两条鱼 两条 差一点就吃蛋了 我跟你讲真的 说一下今天这个鱼情 4米5的短竿就看到三口 然后有一条是切线跑掉来 就感觉这个窝里面 这鱼就是失踪的感觉 也不知道是不是天气有关系 今天特别是下午的时候 天特别的昏暗 然后你看现在还是很亮 但是水面上雾蒙蒙的 都不怎么看得清楚 气压也特别的低 所以小鱼不开口 大鱼它更就不会开口 所以9米的长杆 今天是一口都没有 鱼情播报完毕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鱼货还是要展示的 对不对 一条青尾一条三寸鱼 这个咱就不撑了 撑起来还丢人呢 我感觉还不上秤呢 两条一斤肯定是有的吧 我说一斤你们没有意见吧 这个大小在这里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鱼情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离吃蛋真的是不远了 这样下去 我感觉压力真是太大了 因为明天下雨后天可能 就马上就开始降温了 我这个压力真的是 我感觉这个任务这个挑战 我一点完不成呢 怎么办 压力大 好了 今天过去了 期望还有三天 期望你给我一天 拿一天给我款口的时候就够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继续 拜拜